俄罗斯到现在依然无法掌握乌克兰的空优 那目前传出俄军要投入新锐的D对空飞弹 三毛矩 这个D算应该是M3型 他试图要抢夺乌克兰的空中优势 要请教江英军 这个三毛矩的这个3M型 对乌克兰会产生多大的威胁 因为现在乌克兰还有55架战机 还可以再起飞 起飞的话可以对俄罗斯的地面的坦克 或者是要重要的军事基点做攻击 那现在把推出这个三毛矩 三毛矩是中层地对空飞弹 它可以打30公里 因为你超过20公里 就是这中层飞弹 超过100公里才是这个长层的地对空飞弹 那现在推出的这个三毛矩是中层的地对空飞弹 比这个什么我们所讲到的刺针飞弹 或者是复仇者飞弹都打得远 打得更远 打得更远 他现在已经推出来 就是针对的乌克兰还有部分的 局部的空中的这个优势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苏凯战机还有起飞 那有人质疑是吗 他没有实际的战力是不是 没有实际的这个实战经验 这个三毛矩是属于老批号的 不是说刚出来的 只是他用了九下个推出来 他是半雷达主动倒影 他一车六弹 很清楚一车六弹 那一车六弹打上去 他还有小型的这些追踪雷达 这些追踪雷达跟那个搜索雷达 然后交给这一个一车 他最重要的方式大概越野 越野他快 他这个越野的速度 时速80公里可以到处跑 随时布阵方便 然后直接可以接站 机动性 对 机动性快 可以越野 不用再靠道路 他可以这样跑得快 然后一车六弹打完之后 他的命中率80% 他打一发命中 打两 大概打两枚一定就会命中 所以你用电站干扰 没有电站干扰的话 打两发几乎百分之百命中 那他现在把他布阵 就是要肃清 乌克兰的残存的战机部队 因为他还有啊 那我们了解到乌克兰目前的战机 似乎是这个数量也不多 主力可能是苏凯27 因为最新的讯息是说 乌克兰有位这个年轻的 25岁的飞官 他说每天晚上都是待命起飞 听到升空命令 要立刻跟俄国的空军 因为俄国空军 有更多更先进的战机来交战 他说很多朋友 有经验的都已经死了 对 因为现在每一天 大概俄罗斯现在空军出息的架势 200架次算多了 可以大家做 刚才讲到雷射导引弹 还有这种 这种遥控器或火箭就轰炸 但是现在乌克兰的空军 大概一天只能出20架次 不多 他飞机不多嘛 飞机不多 20架次对 这个我们讲的对俄罗斯来讲 是威胁啊 你还有这个局部的空 空中的武力 来对他做质押 那他就三毛九要出来 你30公里半径之内 我们可以拿拍牙平方一算 是安全的 你如果他来攻击 我直接三毛九 因为三毛九最高还打到2万公尺 2万公尺 你换算为英字的话 是6万英尺 那够了 6万英尺的高度 30公里的半径之内 你这边30 直径就是60公里 统统涵盖进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个苏凯27的 这战绩的飞行员 是25岁 25岁对我们空军来说 算菜鸟 他讲的嘛 比他厉害都死了嘛 年轻的这些 姜氏老的辣 这些老鸟很厉害的 这些已经被打掉了 打完 所以以后会有战机 已经没有飞行员 那他是硕果仅存了 那实际上这几架 所以一天只剩下 我刚刚讲20架式就多了 因为他一天只能到 10到20架式而已 这样子 20架式是天花板 他的飞机之后 可能也没有零件可以 我们讲到要定更件 要更换了 你一直在飞 你在飞不行了 你发动机受限到了 你可能还没有上去作战 你可能一个发动机熄火 剩一个发动机 你根本没有作战 你还被人家打掉 所以北约有办法协助吗 赶快把那我们讲的28架米29过来给他 他现在没有了 他现在飞机快没有了嘛 人也快没有了 你就算有飞机给他 他也没有飞行员 飞行员没有办法立刻 行人急站立的 没办法训练说 现在就上去飞 从来没飞过 你只要丢飞机给他 他怎么操作 也不可以了 所以这个按照这样 打下去的话 空中优势 慢慢会回到 又回到俄罗斯的手上 他三方级又出来了 三方级 他认为这方面的有威胁了 那只能靠地面作战 地面作战你才会有自走炮 抬出来 自走炮抬出来 什么样的自走炮 对他这个自走炮的时候 我们牡丹花自走炮 对自走炮 这个自走炮 他的火力涵盖效应 最远可以打40公里 当然还有这个余速 可以打到47 他这样子 他这个炮弹的威力是比较大 我们知道刚才 那个阿晃哥有讲 20公分的这种口径 你110公斤 这个炮的威力 如果打下去的话 这个炮弹的口径大 威力又射程远 你只能发挥地面优势了 没有空中优势 一定要靠地面优势来做弥补 对